短视频确实震撼到我了 在短视频平台上面抓农村手工艺 这些没有名字的设计师 他们在做一些很了不起的事 我们去找他们跟我们工作室的设计 发生连接做了一些作品 老铁设计公司我们做了四面吧 去了河南河北山东 陕甘宁 云贵川 博山广州 见过的老铁议二十多个人 做一个合体的版本 对吧 就做这么大的版本 把这个布剪成一个长条 以这个我举例啊 我们第一次看它是拖鞋 它的图纸里面出现了很多文字 就像拖鞋就是一个贺卡 可能你要结婚了 拖鞋上的文字就是百年好喝 我们不太会在城市生活的家里面 去穿那样的拖鞋 但是拖鞋的鞋面很漂亮 所以我们会尝试就是把它的功能调一下 可能在整个上海市 只有一百个人想穿那个拖鞋 但是可能会有一万个人觉得这个抱枕还不错 我当时看到那个小哥的视频 那个石头剪出来变成单个的烟灰缸的时候 我就觉得少了一些韵味 想把它做到拖鞋的一个点是因为 我实际去看了 我真的人脚踩到那个石头摊里面的时候 我发现一群石头 它会让你产生对于石摊的遐想 我们会可能长达几年的去联系他们 很多调研就是去到他家里了 在甘肃古浪县 我们去采访这个姐姐 他做花的地方是在县城里的一个小间 其实是他陪读他的儿子读书的房子 哪个样子还不要 这还有个瓶子呢 这是插瓶 哦 这是插瓶 这是插瓶 他就是在这样一个很多花的小房间里面 做这些备单上的贴花 就启发我们做了这个空间 中间还被几个姐姐拉黑啊什么的 他可能觉得我是骗子 现在总结出来就是先买 就是先撒钱 成为他的客人 他会对你态度好一点吗 有几个姐姐真的很红 没空理我们 只能点进他的直播间 他就跟我们发送直播连线 只能硬着头皮连进去 然后我就说姐 人家说 哎 美美 然后我就说 姐 那你看一下我私信行吗 他说 好 那我下播就看呢 那可能他下播也没看 然后明天还得再蹲一次 在做这个吊源的过程中 能够在很多人身上找到过敏点 插瓶 你要轻轻地拿 我第一次见小丹 应该是20年 我也是来 明白 就跟穿衣服似的这样包过去 然后我们直接给他封口就可以 到他那个村口 然后渊源就看到小丹 画着浓妆出现了 打扮巨美 我就敏锐地感觉到 我们俩都是女性创业者 我也会有很紧张 因为化言口红化太重的 这个人生的时刻 是一个人生的时刻 四年里面真的就是成为朋友 赶紧来的话 不会想太多 主打一个陪伴 我来搞你 其实也没有想太多 就是先为啥 然后你也见你 对 你去吧 顺利也给我打电话 她的爸爸不支持她的这个直播的事业 然后我就会跟她说 好了 别哭了 我给你下个订单 赚钱赚钱 就是会有这样的神奇的友谊 去年我人生有点挫折 我感觉就不想做了 工作室都不想开了 重新去探访了她之后 觉得她的整个人生的反馈感非常强 然后也自信了起来 还让我们自己也重新获得了 继续做这个项目的勇气 好像一个哈达 每个人都还挺启发我 有时候我很急性子的时候 看到我们一些动作很慢的 大哥大九 你给他下一个订单 他说 这两天哥面子呢 哥面子呢 没空错 我就说 下次我妹子哥玩呢 他说 不知道 然后过两天 我儿子结婚了 我说行 就那个订单可能拖了很长时间 所以 可能人生真的不用那么着急 就像我们现在研究的 所有这些物质的东西 在我看来都是跟这个时间在对抗 中国民间手工艺 跟我们工作室的设计 发生连接 哪怕它没有很好的商业结果 但大家看到 能够感觉到启发 或者至少之前没有见过 最后这个物件做出来 可能搬家的时候 我会愿意把它带走 我觉得就是可持续了 现在我们这么在做这件事 也不错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